西西皇后盛装打扮 今天她要去访问群众 女默默却在出发前叮嘱她 绝不可以与百姓接触和交流 就连她想要掀起帘子 看一眼马车外欢呼的群众 都立刻被默默制止 当西西来到要参观的钢铁厂时 百姓们见到美丽的皇后都十分兴奋 看得出来西西很受大家的爱戴 厂长也献上专门为皇后打造的礼物 热情介绍工厂以及工人们的情况 表示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次访问活动 工人们甚至主动捐出了一天的工资 然而西西此时却注意到 工人们破烂的衣服和他们伤痕累累的手 不免对厂长的话产生了怀疑 这时她看见一个小女孩正朝屋外张望 于是西西不顾嬷嬷的阻拦 执意要去进去厂房里参观 恶劣的环境让西西十分震惊 随后她便发现那个小女孩连鞋子都没穿 得知女孩年纪轻轻 就要做如此辛苦的工作养活自己 西西立马脱下自己精致的皮靴 送给了女孩 结果嬷嬷却暴跳如雷 她表示皇后的脚不能接触肮脏的地面 西西不想理会嬷嬷的规矩 但下一秒她还是被士兵抱了起来 人们本以为走进工厂的皇后 真的关心他们底层的生活 结果看到这一幕却大失所望 人群中的欢呼渐渐变成了指责 说她是个角柔造作的女人 虚情假意的皇室成员 可怜的小王子也成了宣泄对象 现场的情绪越发不可控制 眼看就要发生暴乱 西西立马被送上马车离开 回宫后嬷嬷提醒西西先穿上鞋子 但这却彻底刺痛了西西 她表示如果让她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就不会发生刚刚的一切 为了表示反抗 西西丢掉手套 踢翻鞋子 脱下身上一切繁杂的配饰 回到房间终于委屈地哭了起来 然而得知了此事的弗朗茨 与大公妃连忙感爱 一直不喜欢西西的大公妃 借机把她贬低得一无是处 不想婆媳矛盾升级的弗朗茨 先把大公妃请了出去 但这次弗朗茨的态度 却是与大公妃一致 她也认为西西的行为太过任性 亲近底层百姓的举动 更是不可理喻 因为她也认为身为皇室成员的他们 是凌驾于百姓之上的 西西表示她只是想要关心受苦的百姓 但弗朗茨却认为 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西西一气之下 拿起一颗水果朝弗朗茨砸了过去 夫妻二人也就此陷入了冷战 此前因为西西在狩猎场上 让沙皇太子亚历山大觉得受辱 两国的关系变得紧张 就在今天上午 不想参战的弗朗茨 此时也不得不派遣军队前往边境 她贵为皇后却穿得像个巫女 每天和下人们私混在一起 全然不顾她一国之母的形象 过着纸醉精密的糜烂生活 每晚喝的烂醉凌晨才回到皇宫 自从上次西西皇后引起暴乱后 她便开始与弗朗茨冷战赌气 但弗朗茨还是架不住对妻子的宠爱 知道西西被困身公渴望自由 便送给她一匹白马 甚至还讲起了冷笑话只为哄她开心 随后西西开心地在皇宫内骑马 却发现很多条路都禁止她同行 西西这才明白 即使有了片刻自由那也是有限制的 而得知了弗朗茨对西西的纵容 大公妃非常不满 她认为西西这个叛逆的皇后 削弱了弗朗茨作为皇帝的威严 彻夜狂欢的行为也损害了皇室的形象 她明确地告诉弗朗茨 接下来会由她来处置皇后 紧接着西西就被大公妃叫去谈话 大公妃告诉西西 他们的王权此刻正摇摇欲坠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能让他们免于毁灭的皇后 一个光芒能胜过这个时代的皇后 但显然西西不是这个皇后 大公妃给了西西两个选择 要么称并返回巴伐利亚 取消与弗朗茨的婚约让她另娶他人 要么留在这里但要遵守另外的规矩 她会为西西在北溢准备一个房间 没有侍女独自生活 弗朗茨也只能在规定的日子前来探望 大公妃决绝的态度不容西西置疑 她本想去告诉弗朗茨 因为她不相信弗朗茨会支持这样的决定 然而此时弗朗茨的避而不见 似乎表明了她的态度 孤立无缘的西西 此刻瞬间觉得天旋地转 而一直深爱西西的二皇帝马克西米 此时也得知母亲要将她逐出皇宫的消息 本就有意篡位的她此刻更加想要保护西西 并且这段时间 她已经默默在背后获得了主教和部分大臣的支持 马克西米想要趁虚而入 西西立刻将她推开赶出屋外 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但马克西米随后还是找到弗朗茨 明确告诉她这个皇帝已经失去了明星 而她正打算取而代之 并且表明自己已经得到了教会和军队的支持 甚至添油加醋地告诉弗朗茨 西西也选择了站在她这边 这让深觉背叛的弗朗茨彻底绷不住了 侍女让皇后脱下上衣 随后她把自己的掌心搓热 用一种特殊的手法帮皇后检查 在根据床头柜的小本子记录 皇后的月事已经迟了一个月 侍女确定地告诉西西她怀孕了 西西立马跑去弗朗茨面前 想要与她分享此刻的喜悦 然而弗朗茨此刻却因为弟弟的挑拨 对西西产生了怀疑 非要西西亲口澄清 自己与马克西米没有任何事情 这无疑伤到了西西的心 两人之间的气氛也变得不太融洽 这使西西说出大公妃让她离开弗朗茨 可弗朗茨也认为大公妃是对的 西西的任性妄为的确影响了她 她也希望西西能够做一个懂事的皇后 弗朗茨的态度让西西不禁赌气地说出 西西选择返回巴伐利亚 她宁愿去疯人院当疯婆子 也不要再在这里当一天的皇后 对婚姻和皇宫的美好幻想彻底落空 她也决定隐瞒自己怀孕的事 才能成功地逃离这座囚禁她的牢笼 随后弗朗茨也告知了母亲西西的决定 夜幕降临 此时的西西已经收拾好了行李 准备离开宫廷 而与此同时前线传来消息 俄国已经撤兵 弗朗茨在军中的威望大大提升 马克西米想在此时篡位是不可能的 眼见局势稳定 大公妃也来送西西最后一程 而弗朗茨此时 也收到了那条与西西定情的马尾手链 记忆顿时如潮水般袭来 她本想去追回西西 但此时的西西已经来到百姓聚集的宫门口 他们举着火把无声的呐喊 却都被这座威严的皇宫吞没 西西此时下令打开宫门 全然将上次的教训抛在脑后 缓缓地朝着人群中走去 迎接她的是婴儿的啼哭 以及一张张善良的面孔 而此时赶来的弗朗茨看到这一幕 却止步在了宫门之后 西西皇后走进人群 与百姓们握手拥抱 勇敢地向他们交付了自己的信任 看到这一幕后 弗朗茨终于也下令打开了宫门 西西皇后第一季的内容到此结束 这一版吞下了电影版的童话滤镜 更真实展现了那个动荡的时期 西西公主的蜕变与成长 性格天真浪漫的西西在嫁入皇室之后 被种种规矩限制不能继续自由的生活 对于爱情婚姻的美好幻想也走向破灭 接下来的生活还将面临更多挑战 西西需要改变环境还是改变自己呢 涅槽采不成功 柳梁